直接看Source的部分 這邊有一個原始碼 原始碼裡面的話 各位可以看到 基本上它的位置 大概就是這一段 從哪個地方 從這個 一般應該是 我們從Body這邊複製好了 其實只要複製這一段 然後怎麼樣呢 一樣把它貼到哪裡呢 貼到 把它複製到這一段 在DIV 把它Copy一下 然後一樣放到 JuneView裡面 我們來分析一下 基本上 它做出來的 其實跟之前的 有什麼差別呢 其實把它貼上 切過來看一下 不過特別注意 它這邊有包一個 所以你特別注意 它外面這個 包的這個 把它拿掉 我們onload這邊 工作表這邊 把它滴掉 我們找到那個 Table的地方就好了 找到Table開頭的地方 其他部分就不用了 所以你找到那個 Table的地方 工作表下方 有沒有一個Table 的一個頭 在上面這裡 Table對不對 所以你看到Table 有沒有把它 上面部分 因為它包在裡面 所以把工作表這個外面部分 剩下Table開頭的 資料就出來了 因為它把它包在裡面 看不到 所以把它滴掉 那我們要需要找的就是說 這個 這個範圍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的頭一定是 它的頭一定是這個 這邊有一個 有沒有 頭一定是這一串 這一串開頭 然後底下後面的東西 什麼 後面東西在這裡 那後面的部分的話 它一定是這一串 這一串應該是到這邊 這邊 OK 那後面的部分呢 基本上它的格式都一樣 差別我們來比較一下 也就是說 基本上呢 它的格式 這個不用 應該是從這裡 後面 也就是說 第一欄的話 美金啊 這些有沒有 它一定是 是從這邊開始 那裡面內容的部分 是這樣開始 那每一個的前面都一樣 那所以說 我們如果要抓到裡面的東西的話 基本上一樣 就是查什麼 查下面這個 有沒有 所以把那個尋找的對象 從前面原來的標籤取代 那它的長度 幾個字呢 其實我算過了 有25個字 那也就是說呢 你查到之後的話 然後也知道它的長度 就可以抓到後面的東西了 所以這部分的話 我想各位先試試看 先傳一個 放在你的那個 Google Drive裡面 並且把它發佈成為一個網頁 然後去看一下它的Source 那等一下我們也可以 比如說我的Source要變更的話 其實我可以直接從 這個 這個試算表裡面 直接去發佈 那它的好處就是說 將來如果說裡面的匯率 你要變更的話 可以由你自己去決定 你可以去變更裡面的內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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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